当地时间12月4号 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接力护送葡萄牙级 联合重型起重机号货船和巴拿马级 海岚支撑号货船安全通过危险海域 抵达预定解护点 完成第1600批护航任务 中国海军第1600批护航开始 编队起航 当地时间12月1号上午 海军乌鲁木齐舰与联合重型起重机号 重型起重货船汇船会合后 按计划组成护航队形向预定海域航渡 护航任务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 编队还接到了巴拿马级海岚支撑号 三货船的远程监控护航申请 当前雅丁湾海域海盗活动迹象明显 远程监控的护航模式 难以有效保证过往船舶安全 为此我们采用接力护航 和伴随护航相结合的方式 为两艘舱船实施护航 编队安排正在阿曼补给修整的 林仪舰紧急赶赴亚丁湾中部 接替乌鲁木齐舰 为重型起重货船实施伴随护航 乌鲁木齐舰与林仪舰交接后 调头高速向海军东平湖舰机动 会合后 两舰伴随护卫商船航行 保航舰直左旋20度 距离1.8海里的消停 继续向我高速接近 知道 一级方向的部署 护航途中 东平湖舰导航直更报告 四艘疑似海盗小艇 高速向商船接近 编队立即转入 一级反海盗部署 特战队员和反海盗分队 迅速按部署就位 军舰加速前出 将小艇与商船隔离 并通过渗高频 扩音器喊话等方式进行驱离 在军舰的持续威慑下 小艇转向高速远离 4号 历经50多个小时 590余海里的安全航行 编队陆续抵达预定截呼点 截呼前 两艘商船船长代表全体船员 对中国海军表示感谢 1600次往返间 中国海军累计为 7200余艘中外船只安全护航 其中外国船舶占比超过50% 中国海军用一次次实际行动 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做出了重要贡献